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讲到了财政政策 有什么税收啊 国家预算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 复习一下税收的特征 这个题虽然说考的很偏 但是也有可能被考到 我们说税收的性质有三个性质 是什么 固定性 无偿性 强制性 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强力征收的 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手段 那么它是无偿的 你交税它不会再给你什么 对吧 送个大红包 没有 也是固定的 你该交什么税 有什么税 好 有同学说 老师不是有税收法定吗 不是有税收法定吗 但税收的性质当中没有法定 但是确定税收的原则当中有法定 有税收法定原则 因此在税收的特征当中 不包括法定性 不包括法定性 就是强制性 无偿性和固定性 好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辩析 辩析 不要到时候出来的时候 说法定性和固定性之间 有同学容易选错 选到法定性去 觉得是那是一个特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我是不是 大家记了一个财政补贴和转移收入 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给的什么的 是给到地方政府的 是央地财权的分布 而财政补贴呢 是中央给企业和居民的 针对特殊目的的 对不对 那以下哪些属于财政 哪些不属于财政补贴 我们看职工生活补贴是不是一定有 外贸补贴是不是有 企业亏损补贴是不是有 拆迁补偿是不是有 没有 拆迁补偿不算是财政补贴 不算是财政补贴 那是开发商的行为 好 再看一个 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 纵向不平衡的财政手段是什么 财政补贴 财政管理体制 转移支付制度和国家预算 我们说这道题应该选C 转移支付制度 刚才已经说到了 央地财权 央地财权 也有可能调整地区不平衡 对吧 比如说东部 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了 通过税收收上了以后 转移支付到西部的西部区 好 财政政策的种类 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们刚才说了 财政政策有哪些 但那不是财政政策的种类 大家记住什么国家预算 国家的什么转移支付税收 那是财政政策的内容 种类是怎么分类的 分扩张形紧缩形和中性财政政策 是这么分类的 每一个类型 它都是各种财政手段的综合运用 配比 就像我们一个投资组合一样 好 我们来看 财政政策种类 三类 中性的 扩张的 紧缩的 好 影响 紧缩性的 使过热的财政政策 财政经济情况受到控制 降温 给宏观经济降温 用什么 用紧缩性财政政策 用紧缩性财政政策 预示未来经济减速增长 或走向衰退 那么证券市场也将走弱 股价债价也将下跌 扩张性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的 比如说我们四万亿 对不对 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政府采购 去投入钱 去冲击市场 去拉动消费 那么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加速增长 或进入繁荣 证券市场也将走强 这就是扩张性和紧缩性的大面上的影响 好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影响的 具体怎么影响的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这些影响 我们说哪些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比如说减税 降低利率 为什么这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我减少税收 降低利率 是不是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多了 因为你少交税了 以前100块钱要交30块钱的税 现在我只交 我只收你20 就是多出来10块钱 那么扩大减免税的范围 增加收入 主要是增加收入 这是第一步 那么往下传导 使证券市场价格上映 为什么你就有钱去买股票 买债券 买证券市场投资了 而且增加投资和消费 通过你的增加投资和消费 你就算不买股票 不买债券 你得去买东西吃 对不对 那你可以去买 买日常用品 买车 那么增加了消费以后 也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企业利润 盈利效果好了以后 它的股价是不是上来了 也会促进股票 债券价格的上涨 好 第二个 扩大财政支出 也是一种什么 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比如说我们说 温总理的4万亿 对不对 我们修铁公鸡 是不是财政支出 是不是财政支出 加大财政赤字 什么叫加大财政赤字 我们说个人的赤字是什么 收不抵支 那么国家的赤字 也是国家的收不抵支 对不对 那国家收上来的税 比如说500亿 那他花了700亿 多花出200亿去刺激经济 对不对 那扩大赤字 这样的话 它是扩大总需求 谁在需求 政府在需求 对不对 他出钱建铁公鸡 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好 刺激投资扩大就业 证券市场也是价格上扬的 因为他把这些钱花出去了 变成产品 变成劳务 发到工资 也到手里去了 那与政府购买和支出 相关的企业将率先上涨 比如说我们说 那几年4万亿一下去 搞基础建设 是不是钢铁水泥就起来了 政府采购相关的企业 那么过度使用呢 将导致经济不稳 股价下跌 现在是不是一个 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 减少国债发行货 回购国债 国债是什么 国债是国家找你借钱 他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钱 收走的一个情况 那他回购国债 就是你手里的国债 国家花钱给他买回来 钱是不是到你手里了 那到你手里 你是不是又要去消费 又要去投资 因此导致更多资金转向股票 证券市场 推动行情上扬 增加财政补贴呢 是不是你钱的也多了 扩大社会总需求 刺激供给增加 需求增加了 供给也就增加了 使整个市场总体水平趋于上涨 那么记住这四类的 记住这四类的这么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好 如果说我们的考试当中 出现了其他的财政政策 大家只要判断一个问题 是国家在花钱 还是国家在收钱 如果说是国家在花钱 不管是通过补贴给到你 通过减税给到你 通过降低利率给到居民部门 让你去花 让你手里的钱变多 还是国家直接采购 对吧 政府采购 去增加投放到市场上 中的购买服务 那么都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什么 导致证券市场整体偏高 那么要应该注意的情况是什么呢 应该注意的情况 分析财政政策的情况 第一个 要关注有关的统计资料数据 认清经济形势 是扩张的还是紧缩的 你看是在减税减利率 还是政府在扩大赤字 在花钱 你要认清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会告诉你 国家统计局会告诉你 第二个通过各种媒介了解经济人士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关心政府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的日常讲话 分析他的经济观点 比如说我们国家 现在觉得要调结构 对不对 调结构 对应到我们前面的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当中是什么 要有控制的GDP的减速增长 GDP不是负增长 是减速增长 我们把速度控制下来 在然后在低增速的情况下调整内部结构 以准备下一次的高速增长 对不对 好 那么主张采取的经济措施及其时机 第三个 要分析过去类似形式下 以前我们见过这样子 当时政府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政府的行为及经济影响 据此 根据以往经验 预期政策的倾向和相应的经济影响 对不对 以史为鉴 我们看看历史上怎么弄的 好第四个要关注年度财政预算 你关注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我们刚才说了 国家预算是各种财政手段的 综合反应和结果反应 那么掌握财政收支的总量变化趋势 对财政收支结构及重点做出分析 你再看 收支结构收多于支 支多于收 而且政府花的钱 支就是政府花的钱 花到哪里去了 它的重点是 基建那就是钢铁水泥 对不对 还有它在 现在我们在保民生在扶贫 对不对 了解了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和倾斜政策 有助于你去把握整个宏观政策 宏观经济形势的方向 一般受倾斜的行业业绩 比较有保障 比如说我们那几年搞基础建设 我们的钢铁水泥的这些生产企业 它的业绩就比较好 那么行业平均股价存在上涨空间 行业空间是行业上涨 至于是个体企业 你要分析它个体企业的情况 好 那么第五个 在预见和分析财政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相应的政策 对经济形势的综合影响 综合影响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我们高速增长了 GDP高速增长了这么多年 经济形势 那么现在我们有宏观去调控它 我们现在就是有控制下的 经宏观调控下的经济的低速增长 中低速增长 那么结合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做出投资决策 通常与政府采购密切相关的行业和公司 对财政政策比较敏感 就是做政府生意的 给政府做乙方的 这些比较敏感 好 我们来看一个题 以下不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事 我们又换了一个说法 叫积极财政政策 消极财政政策 对应的是什么 扩张型的财政政策 和紧缩型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 第一个增加国债发行 是不是 我们说国债发行是国家找你借钱 实际上是把居民手里的钱 收到国家手里面去了 好 有同学说 那不国家就有钱了吗 国家就积极的财政政策呀 没有 他有钱了 他并没有花呀 他也去还债去了 对不对 好 增加发行国债 肯定是紧缩型的财政政策 第二个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减税 是不是 让企业的盈利空间得以提升 是不是 第三个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是不是 政府来花钱 第二 第四个增加财政补贴 使居民和企业手里多了一些财政补贴 多了一些收入 因此不属于积极财政政策 是不是选A呀 是不是选A 好 财政政的第二个是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是货币政策 第二 我们来看货币政策及其作用 指政府为实现一地的宏观经济目标 而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理的 基本方针和基本的责任 基本准则 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 好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记住这四个是一个多选题 我们的货币政策 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通过货币来调节 这里的总供给不仅仅是指货币总供给和货币总需求 而是指的全社会的产品服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第二个 控制通胀是最直接的目标 控制通胀 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第三个调节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它通过多发行货币少发行货币 它可以达到这个 就是它多发行货币 你可能消费就会增多 储蓄就会怎么样 比例会变化 第四个 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四个请大家要记住 这是货币政策的四个作用 四个作用 这是一个多选题 好 我们依次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呢 可调控货币的供应量 供应量 那么有些地方 它的货币不足 它就开工 就不能开工这么多 它是不是总供给就要下来了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控制通货膨胀 这个可以不解释了吧 提高利率 可以推迟现有货币的购买力 减少极其社会需求和银行的贷款需求 利率高了 你是不是觉得借钱很贵 你借钱来消费的话 你是不是就觉得利率高了 因此你就不借钱了 你是不是压缩消费 是不是压缩消费 好 第三个 调节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可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 比如说我说存款利率提高 你是不是说 哎呀那我少买点东西 我拿去存钱吧 对不对 你是不是储蓄比例就提高了 哎 倾向就提高了 低利率是鼓励消费的 高利率是鼓励什么 储蓄的 好 第四个 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那么储蓄是投资的来源 对吧 为什么 我存的钱拿来投资吗 不能 因为主要的我们 我们国家的储蓄率比较高 我们投资的钱都是来自于以前存的钱 不是说 有投资机会 我去现借钱来投 没有啊储蓄是投资的来源 那么但需要条件才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如果说你觉得投资还不如存钱安全 利率还不如存钱高 你会不会去投资 不会 你就存钱啊 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的变化量 啊变化来影响投资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效率 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重 并通过金融市场运作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合理配置 这个好理解 好 那么货币政策有哪些工具呢 我们刚才说财政政策的工具是什么 是税收啊 转移支付啊 财政补贴啊 国家预算这些 那货币政策它的工具是什么 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有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限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 这是一般性的 而选择性的呢 还有一些选择性的是直接信用控制和间接信用指导 请大家注意分开这五个 好我们说财政政策是几个是六个大家回去要记啊 货币货币政策的货币工具啊 财政政策有六个工具货币政策有五个工具 五个工具当中有三个是一般性工具有两个是选择性工具 一般性工具是什么 存准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限率 即是再贴限政策 再贴限政策 包括了再贴限率和再贴限选择 第三个公开市场业务 我们该会我们来一次一次的讲解啊 一般货币政策第一个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什么呢 你存了100块钱到银行 银行要把这收到的100块钱 再存一部分到中央银行去 这叫法定存款准备金 那么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 调节银行的可运用资金 这个好理解吧 对不对 银行收了你100块钱存款 好 那他又拿到10块钱去 必须要法定的要存到中央人民银行 对不对 那只剩90块钱来干嘛 90块钱来放贷款 放贷款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他的可运用资金就减少了 如果说 我说你只需要存5块钱到中央人民银行 他说又多5块去放贷款 那么由于货币乘数的原因 存准率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一个工具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这个工具很猛烈的 很猛 放低一个点 放低零点几个点存准率 社会就这样多出好多好多资金来 银行就有好多好多资金 可以拿去放贷款 可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心理预期 心理预期 一般应该谨慎使用 好 我们一说一般银行一降存准 央行一降存准率 是不是要见市场上涨 为什么流动性好了 对不对 钱多了呀 好 第二个再贴线政策 再贴线政策 一般包括再贴线利率的确定 和再贴线资格的管理 分两个方法 什么叫再贴线 银行贴线的一些票据 比如说你收到的一个企业 他那个卖给 卖给另外一个企业东西 另外企业给他 给他什么 应该给他钱吧 但没有给他这票什么银行 汇票 六个月以后 你可以拿这张票到银行去 去要钱 那么他又着急用钱 他可以把这张票贴线给银行 就说我现在就要钱 现在就要钱 那么银行就把这张票收了 说我现在给你钱 但是这个钱应该六个月以后给你 你现在给你要扣你四个月的利息 这叫贴线 对不对 好 那么银行拿到这张票以后 又找央行 就叫再贴线 再贴线呢 有利率的 有利率的 一个是利率 一个是资格管理 主要着眼于短期政策效应 可通过再贴线利率 银行影响 银行介入资金的成本 他拿了这个票去换钱的话 利率高 他成本高利率低的成本就低 进而调整货币供应的总量 再贴线利率提高 那么则客户贴线利率 或贷款利率 就会相应的就要提高 这样的话 你想你借钱的利率高 你还会不会借钱 你会少借钱 对不对 好 那么社会信用的总量就会收缩 其实就是贷款总量会收缩 货币供应自然减少 好 公开市场业务 是什么呢 央行吞吐基础货币调整 市场流动性的 主要的一个货币工具 好 请大家记住 公开市场业务 才是主要的 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主要工具 不管五种工具当中 它是最主要的 那么 因为什么呢 存准率过于猛烈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贴线 其实规模不是很大 影响呢 有一定的影响不是很大 那么主要的是公开市场业务 通过于指令交易商 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 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包括什么 回购交易 现券交易和发行央票 发行央票就发行国债一样 央行发行一个债券 央票就是央行发行的债券 发行给你银行 你银行必须买 你说不买不行 对不对 你知道 然后你必须买 必须买以后 你就拿什么买 拿钱买 那银行买出这个央票以后 银行是不是钱就少了 钱就少了 好 一直要等持有之到期以后 央行说 好 我现在把票收回来 我给你钱把钱还给你 这样的 好 公开市场业务 我们解释一下分哪些 回购交易 正回购 逆回购 能不能分清楚 什么叫正回购 是央行向一级交易商 卖出证券 卖出证券 正回购是收回回笼资金的 卖出证券 回购回购 就是往回买 往回买的第一步操作是望外卖 你这个就好记了 正回购 正回购 就是先卖出去 再买回来 叫正回购 好 那么卖出去的时候 他卖给一级交易商 那一级交易商是什么 拿钱 我就收回社会资金 正回购到期 因此正回购操作是 收回流动性的 而到期的时候呢 到期的我要回购 我要拿什么回购 我是央行 我要拿钱去回购 我就把钱投放进入市场 是不是 正回购到期 为投放流动性 逆回购呢 即使逆回购 那就是倒着来的 先买回来再卖出去 就是逆回购交易 是先投放流动性 而逆回购到期呢 是收回流动性 好 这两个很容易弄混 大家要记一下 记一下 比如说提案描述 央行商一级交易商 购买有价证券 约定在未来特定时期 卖出的交易行为 叫正回购 还是逆回购 先卖 后买 叫正回购 先买 后卖 叫逆回购 我都说让了 好 第三个 献券交易 献券交易 分为献券买断 和献券卖断 均为二级市场的交易 这是一级市场 注意 正立回购是一级市场交易 献券交易是二级市场交易 二级市场交易是什么 就是央行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直接在市场上买卖 这样的 那么 买断为投放货币 因为买 我拿钱买 我拿钱就放到市场上去了 而卖断 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 我央行作为央行 卖给你东西 那你把钱给我 作为收回货币 方向不要搞错了 第四个 发行央行票据 刚才我说了 发行央行票据是 央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 发行的时候 是回笼货币 发行到期的时候 要兑付的时候 是投放货币 好 介绍一下选择性的货币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说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信用控制 一个是间接信用指导 什么叫直接信用控制 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 直接对金融机构 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 进行控制 什么意思 不许放贷了 我直接告诉你 今年的贷款就放到这 不许再放贷了 这就是直接信用控制 具体手段 规定利率限额与信用配额 看见没有 你今年只能放100个亿的贷款 放完就没了 再放 再放就说你违规 信用条件限制 规定信用机构流动性比率 和直接干预 你的比率 我给你规定死了 你放贷款 你要抄比率 就要违规 对不对 好 间接信用指导呢 通过盗益劝告 窗口指导等办法 来间接影响 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活动 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 窗口指导 盗益劝告 哎呀 你别放了吗 你说我真放了 放了也放了 放了嘛 盗益劝告 但我们现在用不用 这个窗口指导 基本不用 基本都是强制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 以下不属于公开市场业务的事 好 我们说公开市场业务有哪些啊 有正回购 有逆回购 有什么 有限券买断 卖断 有什么 还有什么 有公开市场的其他发行央票 对不对 好 我们看正逆回购是不是 公开市场的 第二个 发行央票 是不是公开市场的 限券买卖 是不是 窗口指导 是不是 窗口指导 不是 窗口指导 是一种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并且是间接信用控制 对不对 好 因此这个题选递 再看一个 好 下列属于回笼基础货币的操作 注意方向 是回笼 回笼是什么 是把市场上的钱收回来 收回来的话 我一定要拿东西去换 对不对 好 正回购到期 我们想想 正回购是什么 先卖后买 回来 叫回购 回购 叫往回买 往回买的先得往外卖 对不对 那么往回买的时候 是什么 到期就是我该往回买了 该往回买 你拿什么 拿钱买 是投放流动性的 对不对 因此这个不属于回笼的 是往外去的 中央银行票据到期 到期的时候 你要兑付 人家买了你的央票 对不对 你拿央票 说你给我钱吧 到期了 然后我把钱给他 到期 也不是 限券买入呢 限券买入 我是拿钱去买的哦 也不是 因此 逆回购的到期 是回笼基础货币 我们想一想 逆回购是什么 逆回购是先买回来 再卖出去 在卖出去的时候 到期的是卖出 卖出票 回笼的是钱 对不对 因此选地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货币政策的运作 货币政策怎么运作的 有从井的 有松的 有中性的货币政策 那井的货币政策 主要手段是减少货币供应量 提高利率 提高利率 加强信贷控制 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货币量 我要让它减少 我要减少 适用于物价上涨 需求过度 经济过度繁荣时期 我要给经济降温 社会上不要有那么多钱 对吧 我要把钱回笼过来 好 松的货币政策 就是市场上货币紧张了 对吧 不利于流通了 我要调整 我要供给货币 那么主要手段是增加货币供应量 降低利率 放松信贷控制 适用于什么 产销不畅 经济运转困难 资金短缺 设备闲置的时期 好 那么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主要是利率的影响 我们先从利率来说 利率上升 货币量会减少 股票价格会什么 下降 而利率下降呢 股票价格会上升 对不对 它是反向的 打发一秒 好 利率水平变动 影响公司的融资成本 而利率高的时候 公司借钱的什么 成本就高 那么它盈利空间就小 对不对 股价也会下降 对不对 好 进而影响股价 而利率上升了以后 部分资金也从证券市场转向银行存款 对吧 银行存款无风险 无风险的收益率又提高了 我干嘛要去有风险呢 那我就去存款好了 导致股价下跌 几个要素都可以佐证利率上升的时候 股价为什么要下跌 利率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那么受其他政策的影响 货币的供应量的增加 再贴线利率降低 存准率下降的都代表着什么 放松银根 放松银根 利率自然就会下降 以前我们是什么 央行指导利率发一个文件 现在一年期定期 三年期定期是多少钱 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了 我们说利率市场化了 但是我们央行可以通过存准率 再贴线利率 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到利率的 影响到利率 好 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 买入债券 股价上升 为什么 我们通过买入债券的时候 我们央行大市场买入债券 是不是投放了货币 投放了货币 市场货币多了 是不是有利于投资和消费 那么股价就上升了 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通过存准率和贴线率 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时候 提高存准率 如果说提高存准率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吸收100块钱的存款 要拿 以前拿10块钱 要15块去存央行 那银行可用的资金就少了 可用资金少 我要往外借 借出去的就是少 对不对 然后借出去就少 是不是利率又提高了 利率又提高了 那企业能够借到的钱少 而且我借钱还贵 那我的盈利空间是不是下降 因此我的股价是不是下跌的 你要会推算 如果说不记得的话 你要会一步一步的去推 你也就知道了 这些货币政策 是怎么样去传导到 市场上影响证券价格的 那么提高再切线率 或从严审查 对吧 有些我不给你贴 也不提些 那么提高这些线率 同样的是提高整个社会利率的一种手段 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好 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刚才说我们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存准率 这些东西 选择性货币政策 直接信用控制 和间接信用控制 如果说指导是降低贷款的话 要降低贷款的话 证券市场就会下跌 如果说是放松贷款的 鼓励贷款的话 那么 证券市场整个就会上升 那么如果在从井的货币政策下 通过 从井的货币政策 市场上前景 那么通过直接信用控制 和间接信用指导区别对待 一些优先发展的产业 地区 国家支出 支柱产业及农业 能源交通通信的支柱产业 不受影响甚至上扬 明白没有 因为 比如说整个从井 但是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这个窗口指导说 你给他放可以 你给他可以放贷款 跟其他的不行 比如说我们现在控制地产 地产业的贷款很紧张 那么有些产业就要下降 有些产业甚至不受影响 甚至要上扬 那么贷款流向 可以反映产业和区域政策 那么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 好 我们看一个选择题 以下会导致证券市场下跌的货币政策 好 下跌是什么意思 就是钱紧张了 说明什么 央行在回笼 从货币政策上来说 央行在收紧货币 好 我们来看哪些是收紧货币 降低存准率是不是收紧货币 不是 这是放松货币 升高再贴线率 或对再贴线资格从严进行审查 从严审查 这个写错一个字 从严审查 好这个是不是整个利率就上升了 钱紧张了 是不是就要下跌 央行在公开市场大量购买债券 购买债券 拿钱去买 是放钱的 降低存准率也是放钱的 因此这道题要选币 要选币 好 那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好 好 好 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